牵引光束实现 科学家利用生坡遗物 科幻影集《星剑迷航记》中的牵引光束令人向往 不用接触就可移动物体 现在一群英国科学家将它实现了 这个装置是由64个迷你扩音器组成 可发出机密计算时长的生坡 其准确度可达百万分之一 透过加强声量强度生坡可让稍大 稍重的物体浮起 科学家经过实验做出三种生响立场 第一种是前状生坡术 可以夹起、移动、旋转物体 第二种是漩涡状生坡 可将物体固定在中间无声的核心 第三种是龙状生坡 可将物体包覆在内 科学家只要移动生龙即可移动物体 研究者希望此项科技能应用在医疗方面 例如远距控制人体细胞 再次查看